我终于雷 但是当一个世界冠军 那肯定会是有能有脚有个性的 包括有时候大家知道 在中国奥运会压力是非常大的 平常两句分居的话 稍微不什么 随便挂了别联系了 好 然后再过段时间 然后可能他觉得 是不是我压力大 或者就主动打电话来说 别生气了 银银特别善解人意 对 是吧 在同龄女孩当中 你的情伤比你儿子低多了 不会哄女孩 不会哄老婆 宗世明是金牛座 就是他有的时候 有挺幼的那一面 幼 幼 对 包括跟他吵架 其实我很想他 但就令了这个 没事电话拿起来 就老想播 想想算了 或者是和大家 一帮兄弟在一个屋子里面吹牛 高兴 突然就 一下子他就出现了 就是不要想 不要想 再和大家一起吹牛 但你就不去福个软 打个电话什么的 对啊 就真的就这样 硬 硬住 然后就 对 就很僵 对 金牛座 我也自己挺恨自己这个脾气的 燕银 她是这方面 你给她提提的意见 她拗吗 嗯 还挺有自己个性的 嗯 那你不是也挺有个性的吗 不是一物详一物嘛 哈哈 那你 燕银是女 就是是 女汉子 很叹喆的 嗯 我是个男人 他就很温暖 很会表达 然后就是 而且那个热情 能让你一下 但是他必须要让你 接受他的这个热情 就是比如说 他会打破砂锅 问到你任何事情 然后你今天是不是不高兴 知道吗 我说好 大家冷静一下 然后睡觉 明天什么都忘了就OK 他必须今天晚上搞清楚 包括这点 他妈都会 我知道发生什么了 就是比如他忽然不高兴了 因为我的性格 比较大大烈烈 我就察觉不到原因 我就你今天怎么了 没什么 我说是不是哪有 就是不好了 或者有什么问题 我们沟通一下呗 我不想说 我想睡一下 我说没事 就是我是那个 我说没事你得说 我不想说 你越睡觉 就两人越那个 对 我是那种 就是有什么 你要告诉我 你就说 你不说我怎么知道他 又分白了 你怎么了 我不高兴 你说嘛 我睡一觉 明天什么时候都没了 那你睡不长 我必须得问你 这样的 你实在不想说 你发微信给我 我那儿挡着 这样也挺好 我男的你也挺好 没有 发微信 可是他现在是有一个话题叫 要嫁就嫁周世明 对啊 就是啊 网络上面的 我跟你讲 要嫁就嫁谁 大家看的都是表面现象 真的是一物跟一物去 你看 我觉得盈盈跟周世明 特别好 为什么呢 就是他们两个特别像 那天我们一堆朋友在那儿 然后他们俩公然接吻 你知道吗 有吗 有 你们俩都喝多了 你断片了 他们俩特别像小孩 后来丈母娘就进来了 丈母娘进来以后呢 就跟周世明说 说你不可以让盈盈老 在家里待着 然后又照顾孩子 照顾你 然后周世明说 妈 妈我告诉你啊 现在盈盈加入靖家族 马上主持了 我没有 有了靖姐以后 我就没有让她工作了 然后就靠着丈母娘肩膀上 妈 真的假的 她说这个 然后特别可爱 然后我在想 她妈就这样的 那种 我在想 到底这是谁妈呀 真的 我与你们相处的 那个容器 我这么多年 我没有见过 就是她妈妈对你 和你对她妈妈 撒娇那个状态 就是一家人 开始妈妈不太接受我的 因为她觉得 她培养了那么好的高材生 然后说高体育的 可能有时候压力大 又没时间在家 然后我能说吗 可能最重要的一个是 她的爸爸也是 曾经的体育的 然后 然后她呢 她又是单亲家庭 然后离婚了 然后她怕 怕又走她 重蹈负责 对 她的布她的后生 所以说一开始 我进他们家的时候 她脸很长的 对 然后就把脸板着 然后但是我一旦进入家以后 哇 这绝对是 几倍的爱 全部都放在我身上了 对 你是用什么方法讨好的丈母娘 做广大的来说的话 就是把她当亲骂一样 但是从细节的话 就虚寒问难 然后什么东西都自己 要照顾她的情绪 对 她只要也不高兴了 就赶快哄哄她 如果她跟她们两个母女 也经常吵吵架 我去帮帮她 你太奇怪了 老婆不会哄 会哄丈母娘 你对丈母娘的情感互动的话 说得非常好 是这样的 因为妈妈从小 就一个人带她长大 然后她可能 因为我进入家里面 也是属于 唯一一个男人了 因为他们还有两个小儿子 他们还不算了 所以我要照顾她的情绪 要照顾妈妈的情绪 我在里面充当的 也是一个男人的身份 所以说她每次心情比较 有时候她脾气也比较古怪 但是我都理解 因为她长期没有得到爱 所以说我进入了以后 我就必须要分很多的爱给她 所以说我就像她亲儿子样子 这样子对她 她一定会喜欢你 就说这一点 林莹也很放心 然后 你做得非常好 嫁人要假做事 就这一点 林莹真的这一点 不是很多男人都能做到的 就是我跟我婆婆 我公公的关系 也像自己的 就是亲生爸爸妈妈 比如说像我公公 我从来没有 就是喊过爸爸 就她是我第一个喊的人 就是成年以后 懂得这些以后 不懂的时候 那不知道嘛 那像 我婆婆跟我也是特别好 有时候我买礼物 就一定是 先给我婆婆买了 忽然发现 哎呦 忘了给自己妈妈买 那为了以示公平 那买两个一样的 可是我妈也会吃醋 说怎么都买一样呢 是不是那忽然想到 才给我补的 我妈也会这样说 但是我就是想说 在我心里 她们都是一样的 在我妈心里 我就是个花喜鹊 她曾经还是编那首歌 什么花喜鹊 花喜鹊 有了媳妇 忘了娘 她自己编什么 现在虽然影音是你这边的人 我还是想要 周深梅来说一下 影音的缺点是什么 她身边中你觉得特别需要改变的是什么 她很别扭 有时候跟她在一起 她很硬 然后她一定 她最终完美 而且又太爱美 我爱美 对 为什么不爱美 难道我要八十岁 穿二十岁的裙子吗 所以说我就觉得 她有时候 但是对自己太完美以后 就太累了 然后她不光让她自己完美 她要让我们 她身边的人也包括我 然后你必须要这样做 那样做 然后我就做不到的时候 她就会把脸拉下来 我就觉得压力很大 所以说 有时候我们经常会 无形的就不说话 然后但是说也不知道说什么 然后但是 过了以后 OK 忘了以后就好了 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 我们虽然相恋了很多年 但是我们没有在一起生活过 对 没有 而奥运会结束以后 到现在才是我们真的 奥运会之前 我们总共认身了 认识了 七八 六年 然后 但是我们在一起 总共加起来的日子 不到一年 对 你想想 所以说我们互相都爱 但是生活上面的很多习惯 都还没磨合够 然后但是一旦生活在一起 就会发现很多问题 她比如说她爱掉头发 我就很 很不爱看到地上有头发 那你以为她爱掉头发 对 但她会到处 自己 然后剥落 我换句话来说 如果她去剪个寸头 假发发 带假发 像你这样了吗 像戴金哥 她很爱她长头发 老在帮她捋 对 因为掉头发 你要帮她捋个寸头 对 所以说是一旦生活在一起的时候 才发现有好多 生活的世界 没关系 你再任性这么样 我都愿意去讨好她 但是夫妻之间可能就会 就会去挑剔 对 对 对 就像我觉得她是特别爱卫生的 以前我去运动队看的 她都是把衣服洗了 挂那一排 又有那地脱的 又有贼量 因为你来了吗 对 我又特别想笑 我能承受乱 但是我不能承受脏 对 所以说 但是我有一个坏习惯就是 那你说吧 没事你说 自己说没关系 她认为是坏习惯 我觉得还好啦 我会不洗脚 不洗脚上床 那不行 然后经常我上厕所 就马桶嘛 你一坐 哎呦 整个屁股都湿的 好啦 他自己可以 别人不行 因为我们是在运动队 你每天训练完都要洗澡 然后我们把内衣裤 袜子就搓了 然后就直接就亮了 然后就 就我们就穿得也很干净 然后到晚上睡觉 然后就直接也不用睡觉 然后就 那没问题 对 因为洗脚早了没问题 对啊 可是问题是 如果你五点钟 比如说你训练完了 你去洗了个澡 然后我们就一起出去了 然后就去吃饭 然后跟朋友聚会了 然后回来了 可能十一二点了 说我今天已经洗过了呀 五点洗的 我现在要睡了 就直接就 就睡了 你们夫妻的事我们不管 不是他俩 真可笑 这个 就我放屁的事 这有什么好计较的 对 那今天旁边就好有花 是否你拿一朵 送给盈盈吧 好不好 谢谢靳姐 谢谢靳姐的节目 谢谢宝贝 女人永远都要送花 说谢谢 说我爱 我是巴拉巴拉小摩仙吗 好了 那让开 让爸爸了 谢谢爸爸的 我也很感谢靳姐的节目 哎呦 你这么夸张的 好 好 您一起 优里兰 别帅了啊 谢谢 好赶紧的东西 好 谢谢 好 谢谢 特别开心认识他们幸福的一家人 你们喜欢他们吗 谢谢 谢谢 也谢谢你们 今天呢我们的超级访问的节目中呢 也给两位 送了两个礼物 对 来 算了娘家人吧 送给你们的 送给您的 这个是送给你们的 视频的 你有 这个是混合洞里的 我也有 这样提吗 好啦 谢谢